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大家好 很感謝這個旅會的各位 所有非常辛苦的評審 T師傅 各位T大師們 真的很高興能夠來這邊 剛剛體驗了一下手動Airdrop 手動空投 當然就是在我們這次的就是T大師 包含閃電獎的決賽還有班長典禮 是大家一起來見證 這個屬於各位T大師的年好時刻 我是從兩年多前 2020年那時候還在行政院 在擔任任務委員 當時科技匯報辦公室 現在叫做科技辦公室 跟我們當時的中企處 在規劃這個題目的時候 他們就來找我說 怎麼樣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用接近於零的行銷費用 能夠讓所有人 能夠知道這件事情 這個新的計劃 然後所以我就 跟這個計劃結緣 就拍了形象廣告 據說那個形象廣告現在還在用 但是我想現在我們這個緣分就更深 因為自從兩月前 數位發展部Mode成立之後 那T大師跟雲世吉這兩個大的計劃 就變成我們的產業署 非常為人所知的這個兩大計劃 所以我覺得這個計劃跟我的這個緣分 是會越來越深 而且是跟我們接下來 今天會空頭的跟Teslos供電一樣 無法暢開 無法抹咪 所以是很高興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的實體見面 那大家知道 就是我們Mode 就是數位發展部 這次成立 它主要就是把 其他的 就是所有各個部會裡面 本來跟數位比較有關的 像剛剛提到的 T大師女士吉等等這個計劃 這些三級的機關 然後把它全部結合在一起 然後增加我們的這個綜合效果 可以成為我們台灣數位發展的Mode 就是Mode 那這個Mode就是轉動 就是數位轉型的轉動的意思 所以協助各行各業數位轉型 不管是在疫情期間 相信大家都印象非常的深刻 就是有些是被迫數位轉型 但是我們疫情當然控制得還不錯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挑裡面要好的部分 把它留下來 然後還是適合實體面對面的部分 我們就實體面對面 是透過一種混合的方式 去擷取實體的部分 跟線上的部分最好的部分 然後來進行數位轉型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到底哪些要用實體 哪些要用數位 哪些要用數位 哪些要用跟互相結合 這個如果不是有自己的數位轉型的經驗 基本上是很難在每個當下 去快速做判斷 所以我們就非常需要我們的夜市 也就是T師傅 還有今天的各位評審們 在這個過程裡面 給大家最多的關心跟指導 那我們現在三屆下來 已經有1325位青年的夥伴加入 那前兩屆已經有692位完成訓練 其中高達50%以上 54% 373位已經是4次投入產業 來協助數位轉型 那今天呢 就會再增加超過400位 408位的提大使 那各位提師傅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常常聽到各行各樣 他有一個就是 什麼叫做 大壓力 就是會覺得說 這個有開始跟提大使合作 那效果非常的好 那跟他同業的就會覺得說 那我也要跟提大使合作 所以呢 接下來呢 我想我們這個訊息的擴散 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那也很希望 大家都有學弟妹嘛 能夠帶著學弟妹再來 多加入我們的這個計劃 那當然我覺得蠻重要的就是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繼續有一個社群的這個概念 無論是我們在今天的神獎決賽裡面 那同樣跟我說 有非常多很有趣的創意的作品 好比像說便利商店跟運動概念結合的 想走走這個APP 或者協助傳統汽車零組件業者 來導入一下CRM系統 來不管是流程把它變得更好 或者發掘了忠誠的顧客等等 這些都是企業流程標準化 作業精簡化 決策即時化等等 這些充滿創新的作品 那就可以看到說 各位在做這個TITA史的project的過程 這不是只是練習題 而是說它實際落地 而且也很成功的能夠去進入 我們的各個各業的數位轉型 未來的這個發展理念 那在這三屆的TITA史 剛剛提到了 是要有一個團聚的這種感覺 所以為了繼續傳承 繼續共創 那今年我們是第一次 透過這個AKA SWAT 平台 就是王欣源老師 阿樂老師的合作 來發行我們這個叫 禁營限量憑證 Solbound Token 那也就是說透過這個 靈魂綁定 意思是說不能隨便轉讓 的這個NFT 不能炒作的NFT 各位未來都可以持續 來參加這個TITA史的計畫 等於是一個學長節的這個身份認證 而且呢不但分享大家的質疑心得 以及校友相關活動之外 還可以透過未來 還有這種解鎖完成指定任務 那比方說協助我們的偏鄉啊 小微店家啊等等 用數位工具 只要有這個工藝性質 那就會再獲得更多的這種限量憑證 那這個到底可以換什麼呢 就是除了可以在就是AKASWA上面 就是展示出來之外 其實不只是紀念品啊 而是我們可以去賦能 然後持續在這個社群裡面 會有很多的專業人士 至少算我一個 願意就把這個當作門票 那所以為什麼不可轉讓 因為不然的話就立刻就要轉讓掉了 對 那很多記者可能就會覺得說 專訪啊可以拿成NFT換了 沒有這樣的事情 是只有 只有各位這個TITA史 才能夠享有的這樣子限量憑證 那也很希望未來大家都可以理解到說 我們這樣分散式帳本 電子簽證 這種創新的應用 它不是只是炒作 或者甚至是照片 就在什麼而已 而是說我們在這邊 是把它當作一個真正影響 凝結社群的這樣子一個工具 好 那最後就是特別感謝 所有的參加這個計畫的TITA史夥伴們 是因為你們不間斷的努力學習 還有貢獻 然後絞進腦汁 而且不斷的調整實作成果 而且最後還要三分鐘的精準的Pitch 那這個真的是 台灣各行各業數位轉型的一股生理軍 那我也非常高興在這邊見證 也預祝我們整個畢業典禮的活動 能夠圓滿進行 今天謝謝大家 Live Long and Prosper 謝謝 我們現在要各位的掌聲 謝謝我們部長的勉勵 謝謝部長 先讓我們留步一下 在臉上 因為我們為了要讓我們這TITA史 在完訓之後 也可以持續跟我們TITA史 保持聯繫 以及要傳承彼此學長姐 學弟妹的一些經驗 我們這一次 尤如剛剛在部長在致辭後提到的 我們要送給我們TITA史 一個非常特別的禮物 就是TITA史專屬的NFT 就是TITA史專屬的NFT